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对整个广东来说确确实实在用人方面出现了很紧张的一个情况 包括在最近赢了两场比赛胜利之后呢 业内媒体验苏群呢也指出了广东的一个短板和要化 就是现在的建议啊广东赶紧引入第二外园 那么来补齐整个球队的短板增强球队的实力 那么加一来呢在后续再去面对辽宁这样的一个强队的时候呢 才会有更多取胜的把握 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目前除了威姆斯之外呢 那么其实马上布鲁克斯到底情况怎么样呢 很多球迷其实也都是非常关注 现在他在养上的阶段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回归呢 其实也是整个广东球迷的一个关注的一个焦点 所以呢其实马上布鲁克斯到底什么时候回归 能不能够回归现在的一个状态恢复的怎么样呢 那么其实啊也真的是很想清楚知道这样的一个进度 而就在最近的上午11点钟左右 那么我们也看到根据媒体的报道呢 那么马上在最近呢也是发布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态 也是宣布了自己的整体的一些状态呢 已经是恢复的非常好了 在这一个视频动态当中 那么我们也看到马上布鲁克斯呢 也做了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啊 这个上蓝动作 从中也确实能够看得出来 其实啊马上呢已经是对外宣布自己的状态呢 真的是已经相当不错 再也不是之前受伤了病痒痒的个样子 所以其实也就意味着马上现在呢 已经做了一个最终的一个决定呢 也就是告诉外界自己呢 在短时间里面呢很有可能就能够回归广东队 那么我们也知道 其实对广东来说的话 那么在之前外界呢一直透露的一个时间节点呢 就是马上布鲁克斯很有可能在二月份就会回归广东队 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整体的进展来看的话 还真的是完全有可能 那么这件事情呢也并非空穴来风 那么我们也知道一直以来的话 那么阳明这边呢 他肯定是把广东作为一个最重大的最重大的对手 那么到了本赛季他们的双外援组合已经到来 并且国外人造基本的那些阻力的状态呢 也都相当不错 在最近是稳坐积分榜的第一名 所以阳明呢恐怕也最担心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广东双外援的组合到位 并且呢 那么也是像前面几个赛季那样的所向披靡 而现在来看 那么看起来呢 阳明呢真的是怕啥来啥 现在来看 虽然说马上布鲁克斯还不能够赶紧到位 但是相信在季后赛来临之前呢 那么马上布鲁克斯呢 应该能够回归广东没有太多的一些问题 起码从现在上廊的一些动作 包括他恢复的一些状态和时间呢 我觉得也已经是差不多了 毕竟在此前一些年呢 比他要上得更早一些 但是呢 也是现在已经恢复打了这个两个阶段的个比赛 所以马上布鲁克斯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推算了 他之后啊 能够恢复这个时间呢 应该也是相当快的 所以可以说对杜峰来说啊 也终于是没有白等了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那么确确实实呢 真的是相当艰难的 毕竟我们刚刚之前的视频也说了 在前段时间呢 整个广东队确实很艰难 那么杜峰作为主帅也是很煎熬 尤其在众人方面呢 是屡屡出现一个短期的一个情况 像赵瑞张浩佳 那么这些球员也因为各自的原因呢 离开了球队 对整个球队来说 真的是面临着一个至暗的时刻 还好现在那么随着两年胜之后呢 也逐渐迎来了一个光明 消息也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也期待其实在马上布鲁克斯呢 等等一些强远回归之后 整个广东队能够有一个质的提升 也能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呢 所向披靡取得更好的成绩 最终呢 闯进总决赛和辽宁队再一次呢 上演巅峰对决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对球迷呢 所希望那么看到的一个巅峰对决的一个结果 好了 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